这条三米长的大白鲨野心可是真的大 它临行前想饱餐一顿 就去捕猎比它身形大三倍的坐头巾 捕猎不成功 转角就捡到了现成的饱餐一顿 但它并不是鲨鱼中最厉害的 今天这部纪录片 就带大家了解顶级鲨鱼猎手的故事 这条大白鲨即将远行捕猎 临行前它就要补充体力 但作为独居动物 大白鲨需要挑选容易下手的猎物 靠着灵敏的嗅血 再跟踪到了逆时灵虾的坐头巾 一头成年坐头巾 是大白鲨的三倍 在它面前 大白鲨就好像一个小孩一样 所以要捕猎起来还是很困难 再加上这群坐头巾 身强体壮 稍有不善 就容易被群殴 诸于长远考虑 才决定放弃 但今天它的运气非常好 转过头就碰到了一只现成的坐头巾 这头鲸鱼不知道是被哪条鱼吃剩的 还是挺浪费 这条鲸鱼看上去比刚刚那些都大 除了头部不见 其他地方都比较完好 但不知道泡了多久 鲸鱼散发出一股恶臭的味道 但厚厚的鲸鱼脂肪是大白鲨眼里的美味 它不挑食直接开启干饭模式 它先是谨慎的观察了一下四周 确认没有其他猎食者后 它才敢放心开始进食 锋利的三角形压制 让它能轻易扯下皮肉 它像八百年没吃饱饭一样 咬住鲸鱼就不撒口 鲸鱼的每一个部位它都尝了个鞭 直到扯下一大块肉才满足 毕竟这样的机会摆在眼前 肯定要多吃一点 这些脂肪能给大白鲨提供很多的热量 足够它在找到下一餐之前 无忧无虑 不过几分钟 这头二十吨重的鲸鱼 就被它啃得体无完肤了 吃饱喝足的大白鲨离开了 它的目的地还有将近一千五百公里 那里是非洲南端 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 这样的环境是和后代的繁衍 所以很多的鱼类都会在那里聚集 就好像一年一度的相亲会一样 与此同时 几乎所有种类的鲨鱼都会来凑热闹 对它们来说 那里才是真正的美食天堂 大白鲨首先到达的地方是海藻床 这里住着很多的海狗 丰富的海藻 养肥了许多的虾血 海狗靠着这些 过着富饶的生活 它们在这个时候 刚好迎来了下一代 虽然海藻床提供了天然的保护 让它们能够很安全的成长 但海狗幼崽 还是得在出生后一个小时 就得下海捕猎 填饱肚子 那就不得不成为大白鲨的食物了 捕食这种小海豹 对于大白鲨来说 就像看电视剧时吃薯片 能够让它的旅程有更多的乐趣 小海狗的速度不快 并且没有大人在旁边 小海狗孤立无援 静静等待的大白鲨 抓住机会后 就会对小海狗发出致命一击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玩够了的大白鲨 即将迎来真正的食物 那些常驻深海的鱼类 在这个时候成敦的出现 一同前来的还有各种鲨鱼 追驰鲨 灰色针鲨 黑鳍鲨 它们各自身怀绝技 不输大白鲨 其中的黑鳍鲨 还带着五个随从 一起来捕猎 毕竟在这个时候 人多力量大 黑鳍鲨体型小 游得快 最能快速的缩小鱼群的范围 等到它们聚动后 它的大嘴百发百中 其他的鲨鱼健壮 也加入了不猎 不到一会儿 这一大群鱼就越来越小 直到一条也不剩了 随从满 才能吃剩下的残鲨 当它们沉浸在 吃饱的满足感中时 追驰鲨准备开始表演了 它们看起来有点迟钝 但游泳的速度也很快 而且它们经常会和 大白鲨协同不猎 大白鲨咬住猎物后 追驰鲨就会上去撕扯 它的牙齿又细又减 能够更快的破坏猎物的组织 不知道被它咬上一口 是什么样的感觉 凭借优秀的雷达定位能力 追驰鲨能准确找到 埋伏在沙土中的猎物 哪怕像笔木鱼和蝶鱼 这样的隐藏高手 能够和沙土几乎融为一体 但在追驰鲨的面前 一切的伪装都是徒劳的 不同于追驰鲨的天赋异品 虎鲨是凭实力和猎物硬杠 它的体长能达到5米 精神的消化能力 甚至能消化玻璃和炸药 专制各种不服 连许多食肉动物 都不能轻易挑战的海龟 它也能收拾得服服帖帖 海龟的硬壳在它眼里 就像是塑料膜 根本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 而这时的海龟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虎鲨已经如离弦的剑一样冲了过来 咬住了它的尾巴 虎鲨发达的下额肌肉 把海龟咬得死死的 轻而易举的 就和随从开始分尸海龟 这种美餐就跟着虎鲨才吃得到 不一会儿 海龟只剩个躯壳 而虎鲨的牙齿就像个开瓶器一样 把龟壳轻松的分开的 这才是真正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鲨鱼 和虎鲨一样 以凶猛著称的 还有体长不到三米的牛鲨 因为脾气和公牛一样暴躁 所以人们叫它牛鲨 这里的其他鲨鱼 领地意识很强 喜欢互相较劲 以此来确证地位 但牛鲨一出场 其他的鲨鱼瞬间都没了脾气 牛鲨捕食的时候 会盘旋在鱼群下面 它喜欢追逐落单的鱼 这种追逐的刺激 也许只有它自己能体会得到 最后一种鲨鱼 体型比牛鲨大得多 却比牛鲨温柔得多 它们就是金鲨 体长达到了十二米 喜欢在这片被虾群闪红的海密密室 这些颜色就是一个个的虾群 加起来超过了十亿只 它们的体积和一辆长途双层客车一样大 尽管有这样的体重 却没有锋利的牙齿 于是只能靠吞食小虾来生存 这样的一个深渊巨口 一次就能吞下一吨的海水 小虾被留在了塞的特殊组织里 海水则被排了出来 相比大白鲨的吃法 金鲨就优雅多了 但这样不容易吃饱 于是金鲨只能像吸尘器一样 不断地吞吐海水 按照这个速度 在一个小时就能吞五千六百多深海水 净化海洋就靠它们了 好了 今天的鲨鱼就介绍到这里 你觉得哪一种鲨鱼最厉害呢 欢迎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